PVZ超有梗 鸡贼僵尸作为PVZ里面 罕见的掌握了养殖技术的僵尸 它的身上到底带了多少只僵尸机呢 今天超人请来了测试员胆小荆棘 纯手工测试如有错误还请指证哦 在鸡贼僵尸面前种一个胆小荆棘 当鸡贼僵尸靠近的时候迅速产掉胆小荆棘 等僵尸机全部出来定格 4加7加2 13只 第二次测试 定格3加4加5 12只 第三次测试 定格1加5加3 9只 第四次测试 定格3加3加8 14只 第五次测试 定格5加5加4 14只 第六次测试 定格2加7加4 13只 第七次测试 定格2加6加3 11只 第八次测试 定格1加8加3 12只 第九次测试 定格2加4加4 10只 第十次测试 定格3加6加6加3 12只 第十一次测试 定格6加4加3 13只 第十二次测试 定格2加7加3 12只 第十三次测试 定格2加5加3 10只 第十四次测试 定格3加3加4 10只 第十五次测试 定格3加7加3 13只 第十六次测试 定格3加8加1 12只 第十七次测试 定格3加6加2 11只 第十八次测试 定格4加4加4 12只 第十九次测试 定格3加9加1 13只 第十四次测试 定格8加5加0 13只 第十一次测试 定格4加5加2 11只 第十二次测试 定格3加5加3 11只 第十三次测试 定格1加5加6 12只 第十四次测试 定格5加5加2 12只 第十五次测试 定格8加4加0 12只 第十六次测试 定格3加4加5 12只 第十七次测试 定格3加2加8 13只 第十八次测试 定格5加5加3 13只 总结一下测试结果 七贼僵尸可以放出 9到14只僵尸鸡 每一行出现的僵尸鸡数量 也是不固定的 有可能出现其中一行 是零支僵尸鸡的情况 最后来欣赏一下测试过程中的 N区画面 一种是胆小竞技产快了 僵尸鸡没放出来 还有一种是胆小竞技产慢了 僵尸鸡都叠到一起去了 本次测试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